新年呀!香港天樂媒體祝大家新一年吐氣潤味!恭喜恭喜! 全港最大的維園年燒市場延長2小時在早上8時結束 缸貨及收貨檔主都說燒情較去年好 凌晨1、2時已售清所有貨品收檔 有賣蓮花的檔主說去年年30萬下雨最終蝕本離場 但今年獲利大約兩成 全場鏡頭價最高的缽仔高檔負責人預料有半成盈利 有售賣健康食品的檔主說今年顧客出手闊場 多次補充貨品都受慶 有市民表示覺得今年貨品較往年貴了 但一年一次都願意花錢求買 食環處高級總監何良成表示 處方會研究是否將延長年宵開放時間擴展至全港花市 稍後會諮詢區議會意見 何良成亦說 處方今年在維園向檔主提出19宗檢控 主要是超出或定地區作擺賣 中數較往年輕微上升 估計與今年生意較好 檔主熱烈推銷有關 香港天樂記者 韋家豪報導 蒼腺 視聴回賞 無言 訊息 照普